大家好,3月27日在松化有9早事集 不太多,但有很多草事集 大家一起看看吧 第一早集,1000米 要猜断柱在哪 最高分是帝豪福星120分 最低分是68分的童話 看看你們試得如何 安排了9早的松化市集 有草有泥 第一早,1000米的草地直路集 五隻馬出事,也有很多高分馬 起步比較慢的是紅黑直尖衣 這隻馬的名字挺特別 街磚衣,之前是紅心傾 這隻是街磚衣,看看他試得如何 看看前面,正陽青鋒 今早穿了馬會坐衣 放了出來跑 第二位是威力明驅 這位是街磚衣 暫時不入鏡 這位是帝豪福星 這位是帝豪福星 今早穿了馬會的彩衣 過了一半,去到接合點 正陽青鋒順著帶 威力明驅第二 來蘭第三是童話 中間是第四位 街磚衣,包括帝豪福星 最後300米 前面的正陽青鋒 始終是今年很好表現的馬 短途放出來都不容易追 直領到底 亦都贏了兩三個馬 威力明驅保住他第二 童話是第三 後上第四是帝豪福星 包括街磚衣 第一組集 時間很快 如果沒看錯 這隻正陽青鋒8.5 但評分沒什麼優勢 純一千、二千、二千 這次是帝豪福星 威力明驅來得不錯 8分水準 童話68分 也應該有賣贏 8分水準 這貨集真的不太好 街磚三次都不太好 但110分 第四 第四 勉強給8分水準 這貨集很牽強 第二組集 也是一千米集 最高分是74分 金谷齊明 原來有風止雨 神進馬車 冠軍名驅 也是52分的馬 很多馬會賽意 所以我不叫了 我覺得很煩 這組集慢一點 59秒06 看看我快鏡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 快點看馬 差不多進去了 大家自己看看 第二組四集 繼續是一千米的直路草地 同樣都是五隻馬出事 當中四隻馬 都是穿了馬會賽意 大家也要留意 準備 入了閘 有些馬動身動細 起步 出閘最快就是中檔 那隻有風止雨 始終都是一隻舊的馬 比較熟 放了出來跑 內蘭是神進馬車 出閘也不算很快 另一隻出閘也不快 就是冠軍名驅 都是比較輪盡 最近鏡子穿著自己坐衣 叫金谷齊明 很久沒跑的馬 中間位置就是 師步153 就是黃步153 就是龍戰士 五隻馬 其實距離都很近 前面位置 有風止雨 佔先了四分三個馬位 內蘭位置就是冠軍名區 中間位置神進馬車 後面拍著一對 龍戰士和金谷齊明 最後二百米 前面撒開大埔走得挺順 有風止雨 逐步上來都迫兩步 就是神進馬車 內蘭第三 冠軍名區 不算很多 第四 金谷齊明 最後是龍戰士 終點在望 結果有風止雨 贏出這組試集 第二是神進馬車 第三是冠軍名區 尾以第四 金谷齊明 最後是龍戰士 這組集時間慢一點 但是我覺得那隻有風止雨 百分水準勉強 看到現在那隻神進馬車 鑽上來 剛才外面的就是冠軍名區 冠軍名區好像偏瘦一點 和小顆一點 明顯地好像特色五獎三 小顆 其他那樣 但是那些步驟都很一般 未夠開 金谷齊明也是 那些步驟都不夠開 所以我想這組集 我只能夠比7.75 其他馬也是 其他馬 重化集 通常都是只看狀態 不要太浪費時間去研究 太多了 第三組一千米集 最高分是52分 軒圓右軒 步步為凝 從頭月40分 幸運精算41分 這組集的時間是59秒正 快過剛才那些少少 五十三秒 都還沒進去 好了 應該說話了 馬上來到第三組試夾 繼續得一千米直路 六隻馬出事 這組很多都是穿著自己坐衣 會比較好認 黃旗舉起 準備 起步 六隻馬都算是並排約出 二檔 那隻行運精算 起步都少少跳一跳 不過它的速度都幾夠 放了前面走 拍著它走 就是玩到贏的 深藍色衫白袖那隻 最近鏡 穿著馬會坐衣的馬 叫做步步為贏 丁冠豪的馬 中間位置又夠繩 即是馬嵌中間 黃色衫 尾爾就是牽圓又牽 暫時都包尾鏡頭 剛剛入了鏡 就是重頭越 下腳比較慢 過了一半 前面四隻馬並排走 中間玩到贏 最近鏡是步步為贏 一邊貼欄運精算 中間又夠繩 尾爾位置就是牽圓又牽 包尾繼續都是重頭越 來到這個階段 後運精算透出了一個多新位 佳恩那隻玩到贏就不多 退了下去 代之而起上來又夠繩 來臨為牽圓又牽的追勢也不錯 接近終點 結果幸運精算也算是贏得到的 但牽圓又牽迫得很近 半個馬威之七落敗 第三位是右舊繩 第四是步步為贏 第五是玩到贏 包尾重頭越 這組集很有趣 牽圓又牽雖然如勢很好 但見到他借頸力 狀態還未夠 8分水準 幸運精算 借1分應該有馬贏 但狀態又是8分水準 牽圓又說了 有個救星 中段是兩隻馬之間 挺肯走的 但感覺上是初起 還未夠水準 其他的馬都不多說 時間和姿態 我覺得姿態不太好 第四組集 800米 最高分是巡航導彈 經典智星72分 東方繁華70分 經典智星72分 經典智星看他試成怎樣 因為這隻馬的氣 是Gray 3 所以經常都說這隻馬 隨時會爆 看他什麼時候 氣不順 結果近幾場都不太好 現在休息一下 希望會跑得好一點 好了 現在有三隻 800米 閘 這是巡航導彈 很明顯 好了 搞定馬會 試集來到第四組 試這個八百米 都是側身馬為主 五隻馬的出事當中 四隻馬 也是穿著馬會的彩衣 預備 好了 開集的時候 二檔出集最快 就是經典智星 不過他也少少有點邪跑 輕輕阻礙到一邊 一角的東方繁華 經典智星房 跟著他就是B步337 穿著自己的彩衣 就是巡航導彈 中路位置 合金黃 尾位置 飛星 暫時墮後 東方繁華 頭到尾 都是四五個馬位之間 前面速度都很夠 經典智星 啞打聲 放了出來一個馬位多些 巡航導彈 一直咬著他 中間位置 一對馬拍著跑 合金黃 和那隻飛星 暫時墮後 繼續都比 都不是太強 東方繁華 接近終點 經典智星 一放到底 都是份內市 應該要做得到的 二三四名都很接近 結果巡航導彈第二 第三是飛星 第四是合金黃 遠遠墮後 東方繁華 第四組集 時間是46秒55 正常 經典智星長期都要8分水準 這組集 巡航導彈也是8分水準 另外一些飛星 合金黃 勉強都要給8分水準 這組集 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計狀態 給這些評分 第五組集 第五組集 我不會給大家看血統 因為我不會續續續續續續按 因為結果還未出來 很煩 如果續續去找 萬眾力德 還未有評分 都要直升 出現 再入到三隻馬 試集的結果還未出來 所以我不會續續去調整 第五組集時間是47秒28 差不多入閘了 六隻馬 銀時這隻 17號大把橡金 又是沒有馬會賽意的 C集來到第五組 繼續都是800米的試集 六隻馬出事 當中也有很多質身的馬名 大家都要認識一下他們 起播 大家都看到他們出閘都很幼 好像BB班的閘 二、三、六檔都慢 大把獎金 萬眾力德 還有那隻叫堂堂幸運 這個名字都挺有趣 暫時是包尾的 看回前面 最快的閘就是毛忌 出來拍著走 還有那隻月鏢 都是很好速度的 中檔第三穿著白色衣服 是銀時的 第四位是萬眾力德 第五是大把獎金 第六位是堂堂幸運 好了 看到那段傳一千米了 這隻月鏢 我都留意了很久 健康沒事的話 應該是最少三班馬 看到過終點之後 那些馬都過不了 這隻堂堂幸運 可以拉不住 上來流疆 這麼有趣的 但怎樣也好 這組合試得最好的是月鏢 我會給8.25 初出已經贏得的馬 如果健康正常的話 其他馬都不夠水準 毛記是第二 但勉強給8分水準 其他我都不想給分 第六組合應該是泥地千二米 最高分是121分 這組合的時間是1分12秒4 正常 草地千二也不是泥地千二 我錯了 好了 這是一鋪成名 這組是否總理 我也不知道 原來是綠寶 村來村去大外檔 又是馬會賽伊 那算吧 不如等馬會叫 好怕 第六組試襲試這個草地千二米 五隻馬出事 這一組合D馬的分數都幾高 起步 五隻馬都算是並排約出 沒有什麼馬特別慢 前面位置 這個名字當然要先讓他走 總理 D步 288 先讓他放開出來 在他開扁 就是這一組最高分的馬 就是川河專區 到南位置第三 綠色衫 今季這隻馬很聰明 一鋪成名 外面那隻更厲害 龍船鼓響 最後就是那隻綠寶 五隻馬距離很接近 三四個馬位之間 剛剛過了八百米斷柱 前面那隻總理 繼續帶著一群馬走 村河專區 不敢過他 守著第二位 第三隻龍船鼓響 一對都是過百分的馬 代蘭位置 尾四位置 一鋪成名 包了尾就是另一隻高分馬 長途馬的六寶 樹起尾炮 都是他的習慣 去到四百米斷柱 前面的總理都不算很多 村河專區上來逼一逼你 看看你有多少 中路位置龍船鼓響 內蘭一鋪成名 抄著大外擋就是六寶 過了二百米 村河專區 少少動下手 始終都是高分馬 輕鬆彈掉群區 整三個馬位 中檔位置龍船鼓響 裡面的總理都不算 上來就是一鋪成名 終點在望 結果村河專區 輕鬆贏出 第二名是龍船鼓響 第三名是總理 第四名是一鋪成名 第五就是六寶 第六組集 這隻最高分的馬 過中點五度才試給你看 8.25 但是在香港跑什麼馬 看看會不會去新加坡 本身是新加坡跑1600的 看看會不會去到 在香港的位置 8.25也沒用 龍船鼓響百分水準 這貨集百分水準 沒有東西給你看到 但是長期1400、1600米 都是要拖回三至四重彩腳 六寶在後面沒有東西給你看 總理76分的馬 但是有速度 魚勢不太強 去到最後一鋪成名 都力弱 初起而已 看見這隻一鋪成名 最少8.25 我想還有得贏 看到過中點之後 魚勢很厲害 我想應該還有馬贏 計算是真的 全程都按住 沒有東西給你看到 過中點才有東西看 最高分的馬 這組是好計 最低分會是28分 銀銀腳 利芝湖32分 海王區 還沒有評分 這隻銀腳 明顯是銀腳 63號 四檔海王區 是藍帽 219號 這隻應該是海盜才子 看個顏色 看這隻馬的顏色 因為利芝湖 應該上面有件衣服 但怎樣也好 我想利芝湖有衣服 外面的衣服 是沒有衣服 等康製召 好 五隻馬 出市 今天也有些低分的馬 看看他們試得如何 準備 好 開閘 比較慢一點 就是海王區 這隻馬先前 記得他試閘 都是起步一般 都要調校一下 看前面 內蘭位置 走了上來 就是利芝湖 在他外面 帶了一個黑色鼻菇 引引腳 兩隻馬都有點寒 因為都開始有點硬 太陽都出來了 中路位置 B步 432 內蘭位置 南步 219 海島財子 包裝海王區 幾隻馬都穿了馬會的賽衣 看前面 開始轉彎 裡面的利芝湖 佔先了少少 但都差不多拍著走 外面位置 陰陰腳 中檔第三 稍微高分一點 60分 接著他就是海王區 內蘭海島財子 五隻馬距離 兩三個馬位之間 入正直路 差不多線型散開 五隻馬都拿到自己的跑線 由中路數出去 就是那隻引引腳 最外面就是好計 大外檔 海王區 裡面的貼籃 都在上來 海島財子 中間反而那隻利芝湖 就不是太多 過了200米段柱 內蘭海島財子 中路位置就是好計 反應都不錯 一路跟著他上海王區 接近終點 結果好計都是高分 贏出這組閘 跑第二就是海島財子 第三就是海王區 第四就是印印腳 巴尾就是利芝湖 第七組閘的時間不算快 1分12秒84 見到 贏那隻 好計 好明顯 剛剛贏完馬 而且他的馬真是好 8.25 可以贏的 在四班 16800都應該贏 2200應該不到 海島財子裏面 捐上人的勢不錯 要給8分水準 海王區 就要騎 所以不能夠被分 荔枝湖 雖然直路 都按緊 短僵 按緊 但是力水不夠 硬硬腳 也是 好像壞了 好了 第八組閘 1200米的又是 最高分是炮子頭 最低分是魅力漢子 平海飛星和得獎者 都是80分 是否是泥閘 還是草地閘 都是 我很想叫一下 三檔應該是得獎者 又有馬會彩衣 兩件馬會彩衣 算了 我放棄了 1200米的泥地閘 1分12秒27 正常 偏慢的時間 暫時 我看到這些時間 通常都是偏慢時間 我看到這隻應該是平海飛星 不肯入閘嗎? 用來搞 大哥 現在過了50秒都還未入閘 1分05秒都未入閘 1分16秒可以瞬間看地球 都未入閘 現在才入第二隻 好 現在進入閘 進入第八組的試閘 就是試這個泥地的1200米 四隻馬出事 昨天當中也有些 蔡汗的高分馬 開閘的時候 出閘最快就是那隻炮子頭 今次也穿了馬會彩衣 出閘最慢就是 紅黑的衣服 那隻叫得獎者 這隻馬也不低分 都80分 都可以看看它試成怎樣 前面是炮子頭大 內蘭位置就是魅力漢子 外面都是扣女 就是平海飛星 這隻馬都80分 包了也都是阿賽的馬 就是得獎者 開始轉彎過了800米斷柱 前面炮子頭佔先了一個馬位多些 分從內外都是阿賽的馬 貼藍位置上來就是得獎者 中間位置就是魅力漢子 和平海飛星 都咬得很緊的 去到彎尾 前面炮子頭都是泥地很厲害的馬 放了出來 你都不是那麼容易追 內蘭位置就是得獎者 都逐步咬近的 中路位置就是魅力漢子 拍著平海飛星 還翻300多米到終點 前面炮子頭仍然都猶猶如勁 很輕鬆的 安尚人都是少少曲著手 按著順著走 內蘭位置都跌高了身 就是得獎者 後面自己一對馬拍跳 平海飛星和魅力漢子 接近終點炮子頭都是無驚無險 贏出這組試集的 第二位就是得獎者 結果三四名都很近 最終的名次就是魅力漢子第三 包美就是平海飛星 剛才說了這組集不算很快 但是這隻炮子頭始終是泥地好手 短途馬 他贏出很合理 8分水準 評分沒有優勢 泥地12米都未必贏到 這位得獎者 初起 很明顯是初起 你看多一次 特別是 他在彎位置 他踩了一段 自己在裡面捐上來 他中間一段 用了之後 直路拉斯200米左右 開始是藍 開始是借激地爬回來 狀態肯定未夠 但是這隻馬 我稍後會搜尋一下 這隻馬的資料 因為我想看看這隻是什麼馬 我對他有些興趣 我覺得挺有趣 因為他好像挺有能力的 等等 得獎者 1月1號輸了一次 美國馬 在外地 就是贏到 Holmesford 贏了一場2000米 膠沙 在Earscourt 贏了一場草地 1600米 2200米 Goodwood 表列賽 跑第五 應該是中距離馬 1600 但是泥地會厲害的馬 看看他之後會不會跑泥地 但是初起 這裏已經在爛 但是在宏弁 力量還沒救 平海歡 剛剛出閘時 他都不停地 跳過的 不停地 擁抱一下 直至每個頸 中下中下 狀態還沒救 另外這一隻 魅力看持 我連來54分 可能會有馬負到 但在錚盜 勉強狀態變成立地 我覺得他才是得最輕鬆的 你也可以看到得獎者 但是裡面那隻 但得章者是80分的馬 第九層集 12米,最高分是好利、雲來,另外三隻新馬 這組的時間是1分13秒51,還慢過剛才 332號,二檔的先利奇緣 這是黃四心星嗎? 不是嗎?我都不會看 還是先利奇緣? 294號,我沒有看那些 對了,這隻就是起跑 好,立刻看看第九組試集 也是泥地的千二米 四隻馬的出試,全部都是蔡若翰的馬 蔡若翰集 起步,四隻馬出得很齊 因為當中有很多是D步的大號碼 看他們的名次 前面帶了出來 D步332號就是先利奇緣 在外面走的是紫色衣 有自己的彩衣 都是D步馬,叫王者心星 內蘭位置就是另一隻D步馬 294號就是起跑 包了尾這隻很熟的馬 以往很厲害 今年未出過賽 好利運來 因為進度都一般 先看前面 王者心星帶出來走 一致長蛇陣 大家都找遮擋 想跟著他來跑 先利奇緣 第二位 第三位是起跑 包尾就是好利運來 這集沒那麼脫折 上一集騎都不走 去到彎尾前面 王者心星都幾大步 一路大步進來 跟著他先利奇緣 順勢移出個中路 起跑 大隻馬也有少少耐閃 側側的身 兩位置就是好利運來 最後二百米 前面的王者心星 你看他的出步 都不太熟 但都憑天生速度 放了出來走 後面都沒有馬追到他 外面位置就是起跑 中間位置是先利奇緣 終點在望 結果王者心星 都能夠贏得到 第二位是後上的起跑 第三位是先利奇緣 包尾好利運去 這組集 我完全沒有看血統 我覺得試得一般 慢時間 我反而覺得起跑 是試得最好的 但是勉強來說 三隻都應該要再試襲 好利運來 你不要被他騙到 我記得上年贏馬 回重化試襲 不肯走 當然今年未出過 肯定健康有個問題 但這組集 看到他至少生了一點 算是肯追馬 所以 我建議特別留意這隻馬 做完九早集 再跟大家再說一聲 如果大家想關注我的Facebook 會有馬技仙賽馬心得分享及交流區 真的有萬九幾人 我只是歡迎大家用真身進來 假假帳我都不收 另外 我本身馬技仙有個Facebook Follow 7千多人 其實 已經爆了 五千個朋友都已經爆了 所以 你加我都沒用 坦白說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我剛才馬技仙賽馬群組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